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只等于照一张X光的放射量 并不会对人体造成立即性的影响 不过还是建议民众 这蔬菜要清洗干净之后再使用 原能会在北海岸的四个区域 增测到辐射剂量 我们就来到了现场 实地增测看看 在我背后的这棵相识树上 真的增测到微量的辐射剂量 现在剂量大概是0.13微吸浮 但都还在安全的背景值范围内 日本辐射层随着雨水 飘散到北海岸地区 听到辐射已经抵达台湾 在这里种植四季豆多年的 郭先生表示害怕 但也没办法 农粮署表示辐射剂量一旦超标 会根据原能会的标准作业流程 采取应对措施 除了紧急采样北海岸 这四个区域的农粽物做抽检 对于农粽物遭受污染的应变措施 相关单位恐怕还得上井发条 这一次最早被验出 含有放射点的相思树 过去这种树种 都是拿来烧柴取暖 制作家具 或者当作铁道的枕木 这一次采样辐射会选中相思树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树种 特别容易吸附放射物质 北海岸的植物 日前测出了辐射核种 有明显反映的是 台湾常见的相思树 我们在国内进行还射取样的时候 我们是选择这个相思树 当作是我们一个指标生物 它本身它具有一个特性 它就是很容易吸附一些放射性核种 植物要能成为辐射侦测的指标 目前就指出 仅有相思树有这样的特性 因此原能会会持续检测 而当我们下次看到相思树时 也以为只能拿来烧柴取暖 或者观赏用途 它对人们可是带有功用 大家新闻没封你见宽 特别报道 好 现在北海岸地区的植物 验出含有放射物 虽然不至于危害到人体健康 不过也显示着日本的核灾危机 是持续存在的 目前福岛第一核电厂当中的反应炉 恐怕还有氢气爆炸的危险 东电市紧急注入了氮气 来稳定压力状态 因为一号反应炉里的燃料棒 有七成外漏损坏 加上持续用海水降温 都会导致压力温度升高 恐怕引发氢气爆炸 东电紧急灌入氮气 靠着化学性质稳定的氮气 改变里头气体的比例 来降低氢爆风险 预计灌注氮气的作业将持续6天 同时考虑也对2号3号机注入氮气 期间会释放含辐射的水蒸气 但是20公里之内民众已经全数撤离 不至于造成危害 日本政府也考虑要扩大核电厂撤离范围 在此同时周遭撤离居民 要求政府开放他们短暂回家 拿财物和必需品 日本政府也正在严拟可行性 另外成功直漏的2号反应炉 虽然不再外泄高辐射污水 但也使得涡轮机组里头的辐射积水 上升5公分 东电正在想办法解决积水问题 大新闻 刘芳汶卑 好 面对日本的这场辐射外泄危机 邻近的国家统统统统神经 南韩今天大部分地区 也因为下起雨来 就特别担心会变成辐射雨 南韩已经有上百所的学校 宣布暂时停课 在南韩南部地区的季州岛已经侦测到雨水当中含有微量的放射点和色 以目前的辐射量来计算 就算每天喝下两公升的辐射雨水持续两年半的时间 也等于是照一张X光的剂量并不会有立即性伤害 不过南韩教育部已经请各学校的校长自行评估是否要停课 或是停止学生们的户外活动 像是首尔近郊的京畿道 就有41所小学和80多间的幼稚园决定要暂时停课一天 国内又传出了戴奥兴污染 台中和彰化交界的大渡溪口被不肖业者倾到肺炉渣 当地土壤当中已经检验出戴奥兴的浓度超标 环保团体现在更担心的是这有毒物质恐怕会流入大渡溪的溪水里头 扩大污染的地区 来到台61线162公里处的高架桥下 不管是脚下踩的还是堆积在两旁的土方 都可以看到炉渣以及圆球状的集成灰一敲就碎 像这里面有炉渣有集成灰 然后它是很容易粉碎 你看我这样轻轻一敲就整个粉碎 那这里面重金属含量都非常高 然后这咖啡色粉末就含有集成灰的成分在里面 就很容易散步到大自然里面 再往前走500公尺接近台中和彰化交界的大渡溪口 更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集成灰布满在河床上 其中还出现鱼类翻白度的景象 环保人士拿出重金属快速分析仪做检测 发现这里的土壤全都超标 土壤成了有毒物质 污染面积高达三公顷 环保人士说这里是野生动物保护区 一旦生态破坏不止危害大自然 人类更是最终受害者 螃蟹 谈吐鱼因为累积在身体里面 那鸟类去吃或其他比较高等的这些食物链进去以后 都会影响到更高的代曜性的浓度 野生动物保护区传出代曜性污染 彰化县政府也赶紧派员前往了解 对于眼前这些有毒物质只说不知情 研判大概可能有一二十年前了 十几年前了 可能只有在西滨要做以前 县府表示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区 将着手追查污染源 同时呼吁不肖业者不要任意弃制 有害事业废弃物 否则将处以五年以下徒刑 大海新闻 肖市亭郭继宗 彰化报导 国光石化要在彰化设厂的争议 持续发酵当中 最新有消息指出国光石化可能会到海外来设厂 这会引起多方讨论 主要是因为原本选定的彰化沿海地区 会影响到白海豚的生态 另外当地已经严重的地层下陷了 如果再从事像国光石化这种高耗水量的产业 还会加深地层下陷的严重情况 来到彰化县地层下陷最严重的大城乡东港村 走进村内 博游马路是越田越高 原本比人高的窗户 现在已经跟路面一样 转角的杂货店三年前重建 老板干脆往上垫高一米 但三年过去了这一米的高度 也和上次村里淹水的高度差不多 云章地区地层下陷严重 水里属积极采取防治措施 但是缓不济急 根据调查发现 下陷最严重的彰化西州 去年下陷4.8公分 比前年的4.5公分还要严重 沿海的堤防十年来就又盖高了三次 慢慢再下陷 但最近比较趋缓了 造成说像我们看到的提案上的话 已经有三次的固定的灌注了 变成一次一次的更严重 目前光是云章地区的民生用水 一天就要38万吨 一旦国光石化选在彰化设厂 一日蓄水量是40万吨 这根本不服使用 坦白讲云章地区 它本身它的水资源条件就不好 那现在如果湖山水库又没有上来 本身它地面水的一个调控 压力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本来就蛮大的 监察域和学者们都建议 云章地区实在不宜兴建国光石化 这类耗水量高的产业 否则水资源会提早耗尽 戴安新闻 中北部地区的供水量大约可以维持到今年的五月底 不过如果降雨情况还不改善的话 就会展开大规模的限水措施 那么这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以来降雨的情形都明显的比例年的平均值还偏少 所以目前整个水库的蓄水量的情况来看 石门水库 陶衍的石门水库 苗栗的明德水库 以及新竹的宝山水库 还有刚刚提到了苗栗蛮大的驴潭水库 它的蓄水百万比 只有只剩下四成的蓄水量 今年初台湾的降雨不如预期 导致水库蓄水量普遍不足 特别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北部地区用水吃紧 水利署采取了分区供水措施 用较充足的翡翠水库来支应板新地区 另外石门水库协助的是新竹地区的用水 同时也会多方来控管农业用水量 水利署表示桃竹苗以及中部地区水量大约可以供应到五月底 其他地区可以维持到六月底 不过如果未来三个月水库持续没有进账的话 不排除会采取第二阶段的限水措施 现在天气也逐渐的回暖当中 灯阁热是蠢蠢欲动 高雄市一位民众就曾经感染过灯阁热 知道这种被并没闻丁掉之苦 因此它研发出一种非常特殊 可以防止蚊虫的水沟盖 天气怀暖最怕的就是灯阁热又出现 要阻止水沟里的并没闻飞出来 一般的人可能在水沟上盖上沙网或是地毯 但现在有了新发明 水沟孔上放进这种透明压克力盒 再盖上水沟盖就可以了 道理很简单 看看这个压克力盒只有两个出口 平时紧紧盖住 蚊子根本飞不出来 文银就已经都被锁住了嘛 只要水可以自动的流出 这个水浮筒开关的时候 水可以大量的排水 而且还不会囤积脏雾 可以阻绝 文银飞出又不会影响到水沟的排水功能 这种防蚊水沟盖发明人就是它 鸿满湖 花了三年时间改造出九种不同版本才成功 因为多年前他得过出血性登革热 出血性登革热 出血性登革热危及性命让他受尽折磨 痊愈之后他就开始思考 如何让水沟盖里冒出的病霉纹消失 不断尝试才发明出防蚊水沟盖 希望借由这发明可以让更多人免除登革热的危险 大爱新闻陈珍珍平高雄报道 医疗讯息关心您的健康有高度近视的民众 也就是度数超过600度以上的人就要特别注意了 可能会引发白内障 医生提醒如果您本身已经是高度近视的患者 短时间之内度数一下子又增加了好几百度 就有可能是罹患所谓的早发性白内障 要定期的接受视力检查 到户外的时候也要随身戴墨镜 才能够避免眼睛提早老化 还有很多民众爱讲手机 尝试弯着手臂拿电话 一讲就是好几个钟头 这时候要小心的是手机轴 而所谓手机轴呢 就是轴隧道症候群 是因为手拿手机的姿势 长时间都没有变动 压迫到神经引发手指麻痹 严重的话还可能会造成手掌张不开 得要开刀治疗 拿起手机老是讲话讲不停 可得注意了 小心手机轴找上你 高雄一名年轻男子就因为跟女友讲手机 每天热线一两个小时 两个月下来手指麻痹疼痛 他只是发现说他手很麻 那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可能跟他这个长期使用 因为他这个情话绵绵 手机轴就是轴隧道症候群 手臂的齿神经因为手肘弯曲时受到压迫 一旦姿势维持超过五分钟 齿神经就会缺氧 造成无明指跟小指麻痹 长期下来更会造成手掌的虎口肌肉软缩 手掌张不开 那齿神经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这样的动作是有问题 然后尤其是这个指缝中间的肌肉会萎缩 严重的手机轴还得开刀削骨治疗 不想挨刀缩短使用手机的时间就可以预防 大爱新闻陈震志乐平高雄报道 绿色生活地图要带您看的是 艺术结合了环保 打造出一种创意的时尚新潮流 这是大爱感恩科技公司和纽约的艺术家合作 把画作印在宝特屏环保音上头 希望推广与大自然共生喜 专注演唱的表情 身体不许跟着节奏摆动 他是来自纽约声动乐团的艺术家史考特 不只歌唱得好 对画画也很有天分 因为认同慈纪的环保 慈善理念 这回还把画作印在大爱感恩科技的环保衣上 展现艺术与环保结合的创意 开阔的天空 还有一头飞在空中的马 向往自然生活的风格 从他的创作一览无遗 就是这种人文风格 让大爱感恩科技 有了艺术与环保结合的点子 现在很少都是里面看到蓝蓝的天 空气是这么干净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说结合他的画作 然后让我们的产品去凸显说 现在蓝蓝的天空 这样子的环境对每一个人是那么的重要 透过艺术与环保的交流 不只创造一件绿色材质的环保衣 也融入爱护自然的概念 希望透过艺术 让更多人能响应环保生活 大爱新闻 萧照平登映中台北报导 好 台湾不仅越来越环保 还是个用爱心串联起来的温馨宝岛 桃园有一位70多岁的谢伯伯 两年多前中风了 全身瘫痪在床 他的女儿精神瘦创 太太年纪也大了 谢伯伯有一位老邻居 心疼这一家人的处境 平时都会抱着谢伯伯到医院看病 最近还买了新房子 免费给谢伯伯一家人居住 而在搬新家的这一天 此一志工除了动员来帮忙 未来也将持续爱的关怀 抱起全身瘫痪的谢伯伯 像平常一样一起到医院 民财任总是抱上抱下陪伴者 搬新家他买的新房子 要无常供谢伯伯一家人住 那边的房子下平房那个很矮 夏天的时候很热 然后冬天的时候又很潮湿 那墙壁都这样子摸起来都渗水 我只是这个过来该做我做的事 做一做就好了 没任何血缘关系 林财任就是很珍惜这缘分 他的婚姻是谢伯伯的太太 没说之言促成 搬家慈继之工也接力一员 林财任心愿 被幸福围绕的谢伯伯和太太 也好久没这么甜蜜的牵手了 安生之后慈继之工也将持续爱的关怀 另外在台北市的摄子国小 举办了一场地震防灾演练 由于摄子岛呢 恰好有断层经过地震频繁 加上部分的校舍也老旧了 因此这场防灾演练 是要让师生们拥有正确的防灾观念 地震来临时 学同事迅速的找东西来掩蔽 经由老师的引导下 还到操场集合 现场也模拟起建筑物倒塌后的应变措施 两只搜救犬也在现场找寻生命迹象 逼真的演习是要让民众再次了解 防灾减灾的重要 以让国小的小朋友知道灾难来临时 要如何应变 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教育交流 花莲慈小的师生到卓乐国小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慈小的孩子们表演一场生动的儿童剧 传达从环游世界看到全球各地的需要和爱护地球的重要性 而卓乐国小呢 大部分的学童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 从小呢就生长在大自然里头 从戏剧当中体会到更多 花莲慈祭小学的同学表演儿童剧《阿荣游世界》 又十位师生利用假期到卓乐国小做文化交流 主角阿荣从环游世界看到各国的风俗文化 也在出现灾难的国家里看到慈祭人的身影 慈小的小朋友用自己的智慧 把对世界的认识生动的融入戏剧 强调保护动物爱护大自然 和平原地区的布农族小朋友分享 能够让孩子亲眼看到 跟他们一起互动 然后也来体验一下这样子的一种人文的素养 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品格 这样的品格教育也带到我们的校园里面 来落实在生活中 不同居住地不同文化背景 但相同的是孩子都是单纯的营业心 希望可以留给自己一个平安干净的地球 大爱新闻真上美志工 陈卓重华 图华光 华联报导 好 爱护地球不分年龄 台中有一位才幼稚园大班的小男孩 这一年多来呢 他只要碰到每个星期四的下午 就要向老师请假 原来小男孩的妈妈是慈祭的环保志工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体会 及时行善 把环保落实在生活当中 因此呢 都是利用这半天的时间 母子两到环保站里头做回收 而说到拆解磁碟片 这位才六岁的小男孩 可是专家 拿起螺丝起子 小小年纪的陈彦甫 三两下就把磁碟片给拆解了 先把它这样 然后在里面 再给它放在那里 然后再 在那个 把那个铁的放在那里 话说的不太清楚 彦甫说的这样那样 其实是指塑胶摆一边 铁片放旁边 别看彦甫个子小 动作却很快 一忙完拆解 就赶快把宝特瓶收集成楼 然后倒给专门踩踏的志工 他做事很精彩 因为他看的工作 他自己主动去做 把他做得好 让我们大家很钦佩 彦甫做事勤快 让志工放心把签到工作 交给他负责 彦甫就像个小班长 能够这么懂事 就是因为妈妈把孩子的学习课题 从教室课本拉到环保站 让他来这边 可以善用他的人生 不要浪费掉了 而且来这边做付出的 让他从小就学习付出 一星期 扫上一个下午的课 彦甫要学的并没有少过 透过做环保的双手 彦甫种下了善念 这次日本地震 他捐出自己存了好久的竹筒 说是要帮助别人 一个小朋友真的很棒 他妈妈是我们组内的一个设计志工 只要小朋友去上学以后 只要我们组长有任务 一通电话他马上不推迟 妈妈的身教带动了孩子 环保天地里有资源在利用 还有更多善的循环 大海新闻 稍视亭郭继忠 台中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大爱夜间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也祝福您周休假期愉快 我们再会